大家好,我是红酒 这是一棵两年生的开心形桃树 咱们今天简单的可以进行修剪一下 两年生的开心形桃树呢 多少它就可以有一部分的挂滚量了 首先呢,下端的,过低的,咱们一定要把它剪除了 大概下端40公分的,咱们把它进行剪除 因为这个位置呢,它不着光 所以它的果子呢,也不会太好 只是消耗咱们树体营养 所以没必要说去留 咱们把下端剪完了,剪上端 现在的树呢,基本上有一部分的挂滚量了 背下的,咱们不要背上的,去了 这外移的去了,咱们留了这个 刚才这个呢,它是一个外移枝 这个也是一个外移的 像这种枝条呢,有引牙的,直接留引牙 把这个留了,结果 干装,去了 这个枝条,这个结果枝条呢,比较偏细一点 点五的,这个呢,已经点七了 所以肯定要把去大留小,留得小的 再往上呢,过粗的,肯定要去 这上面有四个枝条,都可以做骨干的延长枝 咱们现在呢,就需要考虑一下它的方向 咱们这个延长枝 骨干延长枝 需要走哪个方向 看看隔壁的 隔壁的有一个大枝条 所以 在大属于小树的这种关系当中呢 肯定要躲着大的走 它隔壁这棵树和这个枝条呢 比较偏旺一点 毕竟这棵树它是小一年的 所以咱们呢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空间摆开 咱们让它背向大 背向隔壁那个大枝组去生长 再给大家看整体树的树形 需要在哪块生长 咱们再修剪一下这个枝条 现在剪的这个骨干枝呢 是向西侧生长 留了这个结果枝 留了这个 这边留一个 过粗背上的直接去除 不要留桩 也不需要留牙 背下 修剪了 背下的去除 这样这个部位 两侧的就需要留牙了 再往上 刚才咱们一剪两剪刀 这都是牙子 明年都是可以除牙的 但是这个枝条呢 咱们为啥在这剪了呢 因为往上它也没什么好的延长枝了 如果在没有好的延长枝的情况下 咱们需要留的是 剪口牙来进行延长 剪口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年生的咱们也说过 剪口牙的方向 代表着这个 以后延长枝的生长方向 还有一个 这个是可以进行结果的 咱们留了它 把这个留入结果汁 这上面的呢 上面这些就不行了 上面这些结果不行 再往上走 再往上有两个延长枝 现在又需要看一下 这三个主头延长枝 它的方向 还有一点 这个延长枝算是内侧的延长枝 所以也是不可以用的 咱们需要外侧的延长枝 所以还是这样剪 剪完了以后 看一下有没有光秃带 光秃带达到20公分的 咱们就需要给它进行回剪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进行来留 这个只有大概10来公分 咱们不需要再动它了 开心形桃树呢 它的修剪塑形 主要呢 在没有说是封产树的情况下 咱们都需要给它留这个 骨干延长枝的方向 去调控它自己的空间利用 调控它自己所发展的方向 再就剪口芽 剪口芽也是一个方向 也是非常简单的 明年咱们这个树上呢 现在咱们 大概数一下 有多少个结果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个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个 咱们这个树上大概 大小吧 中长枝和这个短结果枝呢 大概有十八个 十八个枝条的情况下 它是最少不低于三十个果子 咱们现在看着它那个枝条那么小 等结完果以后呢 它是 等结果的时候 随着结果的生长 等明年 一发芽 开花 一做果 再一长这些富烧这个树呢 长得会非常的迅速 大概明年不低于四十个果子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人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菊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八点 等九点 直播间见